大家好,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攻略 距13 276 比293 71 比74 負1 玉言神 5.0納塔全寶箱加火神童加全熱物加陶俠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加傳送點一條龍全收集路線 我們現在來到踩石頂 右手邊這一個傳送點 到三點之後 西方向對方左邊 在前往這裡有一個出血人的鎮手 青王怪 然後寶箱 然後西北方向移住地圖左上方 這裡繼續往前走的光片 在前往這個坡底下有一個鎮手 青王怪 然後寶箱 然後西方向對方左邊 在前往這裡有個房子 在前往這個木板上這裡有一個石盒子 拿檢寫之後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方 在這個水池這裡 有個蜥蜴我們點擊 你附身 然後旁邊這裡有個氣泡 我們這裡調查 會出現這個 會出現這個 發光的這個球 我們這裡開始挑戰 這裡點擊開始 這裡要打到12000分 這裡全程大家不要失誤 這樣每個球都要解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切換路段 切換路段的話 你最好就是往右側 右側的這個球不要多 不然的話分是不夠的 對 我們都可以進行 好,我就要前方這裡靠右一點,靠右一點,走右邊 跳,走右邊 好,跳右邊之後,這裡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走錯了,你就正好去重來啊 後面就沒必要跑下去了,因為分數不夠的 一定要是走右邊這一條路 好,這是剛才那個音頻剪掉 好,準備完成挑戰,這裡可以看到幾乎沒什麼失誤啊 分數卡的停死了 好,完成這個挑戰,這裡是有兩個寶箱 戰龍好彩,開啟這兩個寶箱之後,現在七八個都有左邊,這裡有門 先附著這個蜥蜴 然後鼻子往前游 那前往這裡有一個 孩子 這裡跳一下攻擊 好,他會出現這個威力 然後這裡也能剪一下這個威力 被空中跳著剪就可以了 好,這暗色還有一個 好,這裡也能 秀一下這個形態 然後 開啟這個寶箱 然後西北方向點墊住左上方 前往這裡有一個狐狸 來附身 往北方向墊住上方 自己勾上去 來開啟這個傳控點 然後我們再鑽向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方 往前勾 好,勾過來 在這裡有一個鎮守 青王怪 瀨腦寶箱 然後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方 我選擇喜歡這個山步上有一個 狐狸 這裡過來附著一下 好,然後東方向 地圖右邊 這裡有個鉤子 先勾一下 好,勾了之後我們 坐下東北方向 地圖一個上方 這裡都要下面這個平台 在這裡有個箱子 我們這裡 先勾這個箱子 按一勾 勾一下會有一隻雞 我們不要管這隻雞啊 旁邊這裡有一個 牽引索啊 我們這裡 然後這個牽引索 然後南方向地圖下方 這裡跳下來 下面這裡還有個仙子 還有一個箱子 來安裝 安裝之後這裡也是 拉一下 好,然後開一下這個閘門 把這個雞放出來 然後 西方向 丟到左邊 這裡我們翻過前方這個 死牆 翻過去 然後前方這裡有個柱子 在這個柱子上 這裡是第三隻雞 這裡勾上去 摸下塔 好,摸之後我們這裡回頭啊 在這個儀器上嗎 這裡 所有勾子勾上來 好,把剛才這個送上來的集資劑全部給他送歸位 好,歸位之後我們這裡要注入這個染宿 好,解鎖這個寶箱 然後開啟之後我們再 走著西南方向地圖組合下方 在這裡有個山洞 這裡我們要騎這個虎魚這裡進去啊 這裡不要切換啦 好,這裡刷了斜坡下來 好,注意啊這裡 有一個分岔路 這裡我們往右手邊看啊 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虎狸 我們要用這個 一樣的狀態啊 一樣的狀態跟他對話 這裡對話完之後我們這裡聚集對話 然後吐味一下 我餵這個 餵肉就可以了 好,這裡餵完肉之後我們這裡再次跟他對話 然後這裡我們要切換啦 切成這個狐狸 可以再次對話 然後我們這裡再跟這個小滴龍 跟他對話 他會去偷這個寶箱 然後說一下這個寶箱它是 不會計算在這個 成就裡面啊 好吧 但是他會給奧斯原始 這是一個支線來的 這裡對話完之後 那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再次 投胃啊 投胃之後會有一個成就 西班牙丟到左邊 所以我們繼續騎著這個狐狸 往前走 好,前方這裡有個寶箱啊 我們先 把狐狸放到一邊 然後虎吸角色 點按下這個勾滑 點這個沒有帶火的 好,點按下之後解鎖這個寶箱 炸到好 給我們睡覺吃也不用管了 然後我們再重新附走這個 武力 往南方向地主下方 往前勾 勾過來 好,在我們左手邊這裡有個大岩峰啊 我們 拿一下前方這個炸彈 炸一下這個大岩峰 好,然後這邊地下有傳送點啊 那個是 放後面入寫啊 後面有一個挑戰 會去開啟 好,我們先來拿這個大岩峰的寶箱 然後西北方向地主左上方 這裡的話我們要 勾到前方這一個分層處啊 揭露到這個帳篷這裡 然後往前勾 然後往前勾 一勾過去 好,所以 這是個炸彈背後 有一個寶箱 然後西方向地主左邊 往前走 這裡一貫你是被炸彈炸死 兩次會有一個成就啊 好,這裡我們先走出這個山洞 西北方向地主左上方 再前方這一個 雪崖邊 有一個火神通 好,撿起這個火神通 我們再順著空中這個鉤子 一路往前勾 勾到前方這個山上 在身上這裡有一個寶箱 好,然後這裡我們切成這個人形態 好,然後這邊說一下 在這個空中這裡 是有一個火神通啊 這火神通它那個 位置比較苛刻啊 就是大家盡量就是 底直的往前飛啊 這裡是剛好過得到的 好吧 大概就這附近這些位置 很遠 好 這裡對著好位置之後我們 稍微抬高一點 試著抬高一點往前飛 最好你最好就是這裡插個零食矛點 那到時候你輸了就不用再次來這裡了 好,這裡出現在我們地圖上了 好 這裡有門 找到還有角度 然後這個火神通 然後我們轉向這個南方向 對著下方 往下落先 再希望在這裡有一個白煙 我飛到這個白煙這裡 好 在這個石頭這裡有一個壁畫 那壁畫旁邊這裡有兩個這個果子 我們撿起這個果子放到左水面這個盆子處 好 這裡我們把剛才撿到這個 這個青蜜莓 放上去 好 它就會解鎖這個寶箱 寶箱拿開啟之後啊 我們正在轉向東北方向 地圖的右上方 從前走 好 在前往這裡有一個裝置 往下在這裡 東方向地圖右邊 在這裡有個鍋啊 在這個鍋的旁邊這裡有很多這個 鳥蛋啊 一共是五處啊 情部撿到之後會出現兩隻怪 需要清一下 青王怪 然後寶箱 偶遇 然後我們朝著這個南方向 地圖下方 在前往這裡有一個腹部 所以往先飛 好 在左前方 左前往這一個平台上面 有一個NPC被圍住了 所以我們靠近之後會 觸發劇情 所以對話完之後 然後我們朝西方向 對著左邊 這裡然後對岸 跟這個小龍對話 對話完之後 我們來這裡 然後鍋這裡拾取一下 好 然後這裡跟著任務指引啊 東方向地圖右邊 然後切換這個高鏈點 好 把這個剛才撿到這個食物放上去 好 然後東南方向地圖右下方 離過他的劇情 對話完之後啊 我們再朝北方向地圖上方 那這裡跟這個地龍 對話 好 然後這裡我們要清怪啊 我們不要附著啊 好 這裡對話完之後 那這個任務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打開一下地圖 然後我們打開一下地圖 來到這個採石頂 左上方這個產狀點 咬往這個南方向地圖下方 好 然後我們要附著這個狐狸 所以附著一下 好 然後這裡我們要 來到對面啊 對面這個樹底下 所以小貓過去 所以直接勾過去 讓快一點 好 在這裡是有一個風扇啊 這風扇它是有一部分扇葉 它是沒有的啊 就是需要把我們這個旋轉一下 讓它跟這個背後的這個塗鴉 這裡進行一個拼合 好 這裡我們往西發地右左邊 打擊點擊操作 然後再點一次 好 這裡沒有拼好啊 要拼成一個完整的 好 就會出現這個風場 還有一個寶箱 好 我們這裡先開啟這個寶箱 然後接著這個人形 往天上飛啊 在天上這裡有一個火神童 好 撿起了之後 西方的地右左邊 這裡鼻子要往前飛 好 在搶這一個起竿的位置 有一根正手 來 這裡過來清一下 耶 清王怪 來拿寶箱 然後西北方向 從電竹左上方 有風扇啊 往前飛 好 這裡開到這個 開到這個地面上啊 在這裡還有一個正手 哈 清王怪 來拿寶箱 移住 然後西方向的丟到左邊 所以從右側這裡撈過去 然後我繼續往前 好 這裡我們來到這個雪牙邊 地頭往下方看啊 在下方這裡有一個石頭 我們飛下這個石頭 這個石頭的周圍有幾個礦石 把這個礦石 全部打破之後 會出怪啊 哈 急於收並續 來這裡親一下 天 清王怪 來開啟這個寶箱 再來咯 有沒有抓下這個 門南方向地圖下方 往前走 啊 然後雪來邊這裡往前飛 然後地頭朝下方看啊 下方這裡有一個坑 坑道 坑道的這個入口出是有一個 火神童 把這裡抓到這裡面 夾這個火神童 然後再跳到這底下 朝這西方向地圖左邊 在這裡有個正手 清王怪 來拿寶箱 然後南方向地圖下方 往前走 這裡我們可以順路開一個傳送點啊 現在前往這一個山坡上 來開啟這個傳送點 來開啟 小君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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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